三段我们谈到的是 美日同盟要对抗中国 而中国也找盟友 习近平在这个礼拜呢 也去了莫斯科红场大阅兵 陈老师这个透露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这个就是显示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呢 不太可能成为像美日这样的盟友 但他们要做出个假象 因为真的盟友是 大家悟通有无 互相这个资源 当然美日之间 有一点小小的卧槽 但是基本上来讲 他们是一个坚定的盟国 而且不可打破的盟国 这个跟俄罗斯跟中共的完全不一样 你看看俄罗斯经济那么差的时候 中国大陆是援助一下 但是不敢全力援助 怕俄罗斯太快的起来 你看他中国大陆需求 有求于中国大陆 有求于俄罗斯的就是能源武器 其实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能需要 所以其他东西都可以有替代性 只有这个武器和能源 是俄罗斯能够提供中国大陆比较好的 中国大陆自己的飞机引进都还没有做得很好 还是要向俄罗斯买 所以这里面两个盟国之间是一个非常的 既爱任交杂的一个盟国 爱任交杂 又爱又恨 俄罗斯其实也担心中国大陆 那么当然中国大陆更担心俄罗斯 你们看邓小平这些都是非常担心这个 那个时候还没 苏联还没垮这些 担心俄罗斯北极熊 反而不担心美国 而且越南他们还叫 有美国承销 所以这部分的同盟是 其实表面上做出来 但心里都有算计 都心中有数 他们不可能成为一个 推心制服的一个盟国 就在我们录影的这个同时间 这个军演还在进行当中 其实在我们开始进棚之前 我看了一下 刚才传出俄罗斯 他们不是最先进的坦克者 走这个光上 T-14 其中有一架还突然出了一个抛锚的状况 是有点糗的 不过中国最新型的054A型导弹 护航舰 护卫舰叫做卫防舰跟零一舰 他在4号进入黑海之后 要参加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周末 在俄罗斯海上的一个阅兵活动 接着要跟俄国的海 黑海舰队组成一个联合的编队之后 在地中海还有黑海部分进行军事演习 我请问一下金明 这个在军事上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这个首先的亮点是 这是中国大陆的海军 首次在这个黑海 而且是距离本土距离最远的一次的 这个海域进行这样的一个军演 而且是在这个之前发生 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这个风波 这个事件 俄罗斯把他这个强势的这个夺回来 在国际的这个舞台的这个角力的立场上 中国大陆一直很小心意义 生怕这个开罪了俄罗斯 然后又怕跟美国撕破脸 在这个立场上 所以维持这个一直平衡既定的关系 跟这个策略之后 终于可以把他两艘的这个 最新的一个主力的这个军舰 放在黑海 秀一下 秀一下 这个象征的意义大于十之一 而且首度进入黑海之后 表示你可以穿越土耳其的 博士普鲁斯海峡 我为什么特别提到博士普鲁斯海峡 想当年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原型的 这个第一艘这个辽宁号的航母 就是以前的瓦安格号 当时你要从这个黑海离开 博士普鲁斯海峡 然后再穿越过红海 然后从这个进入了这个印度洋 然后千里迢迢拉回到中国大陆 然后才有他现在所谓的辽宁号 那是一酸 对他们来说是一夜的这个辛酸血泪史 在博士普鲁斯海峡 遭到了西方以这个英国美国盟国为首 还有包括这个怂恿土耳其 去这个刁难他们 那今天可以派两艘军舰 堂而皇之的从这个黑海 跟着俄罗斯做一个联合军演 甚至进出博士普鲁斯海峡 尤其最近在这个中东地区的 这个敏感的争议 还有包括在这个地中海这一段 不管是北非中东也好 美国都是这个被多利分的这个局势 抱着头在烧的情况下 中国大陆可以说把他的势力延伸到了黑海 透过俄罗斯 延伸到黑海跟地中海 我说这个战略的意义足够让美国觉得 你可以跑到我南海 还有这个东海 那跟菲律宾 韩国还有跟这个日本美来演去 我也可以跑到你 已经接近你欧洲 美国的这个势力伸张的一个前沿地区 而且不要忘记 现在大陆要推亚投行 中亚是他未来接着说 一带一路的一个重点区域 他才能够继续往欧洲延伸 或者是往地中海延伸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 这一场在周末登场的这个海上军演 俄罗斯方面宣称他们是史上 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阅兵大敌 那其实压力来自于美国欧洲都有 北约这时候也刚好在埃萨尼亚一带 展开了一个军演的一个 这个算是等于是互别瞄凿的一个意思吧 赖老师 这个有点点不太相同 但是又有关系在里面 因为首先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了在波罗的海这三国里面 就是你刚刚讲的埃萨尼亚这些国家里面 这些国家跟史上跟芬兰也都是合在一起的 你也可以把它这样来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国家他们在安全上都受到俄罗斯的压力 俄罗斯在这段时间在边界上布有比较多的重兵 他的很多的炮兵跟坦克部队都移到了边界线上 所以对美国来讲 因为波罗的海这三国在2004年就加入北约 加入北约以后 他们本身的军队人数非常少 例如说你刚刚讲的埃萨尼亚 埃萨尼亚的总人口大概就131万左右 可是它的军队规模就5300人 5300人真的是很稀少 国土面积那么的大 人口那么的少 所以它本身在安全上 俄国是随时可以藏书即入的 因此美国他们就必须要加强 芬兰也好 或是加强波罗的海这三个国家的安全感 说我的确是你可以值得信任我 因此美国北约他们就在这个地方 加强了联合军事演习 代号叫做侍卫 对 侍卫大型军 而且好几波的军演 包括也在波罗的海上军演 也在陆地上的军演 而这个军演的时间很长 他们会一直拉 拉了三个月左右 美国也从它的本土里面 拉出去大概120辆坦克 那么就放到波罗的海三国 而且呢 就是说演习结束以后 这个坦克就留在那个地方了 不走了 那意思也就是说 它的人员会走 但是必要的时候就拉回去 所以这一次的军演的规模 又比以往又增加一倍 到1.3万人 那这样的话 对俄国来讲的话 他说好那你再跟我较量 我在阅兵方面我也跟你较量 所以在阅兵的时候 他就把它扩大 扩大到更大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他就展示 最新的地面部队的武装力量 本来你在阅兵的时候 当然海中的力量 是在地中海里面 跟中国大陆联合举行军演 这个联合军演 其实也是有指标性的意义 因为中国派的这三艘舰里面 两艘是准备 有意思要卖给俄国的 就是联武四跟联武二 这个导弹驱逐舰跟护卫舰 另外一个就联谊舰 就是远程的海上补给舰 目前全世界只有五个国家 可以进行这种海上运动间的补给能力 有点试车的味道 有点试车的味道 而且这一次的演习中 已经不再像以前是属于和平性的 例如说打击海盗 反恐 海上救援 不是 这一次的演习科目里面是 运动作战间的补给 还有护卫 海上安全 还有实弹演习 那这样的情形下 给欧洲的国家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因为等于是中俄 靠得更近了 中俄靠得更近 那俄国要向欧洲 跟美国释放出来的讯息是说 因为你们在欧洲制裁我 修理我 逼得我跟中国 靠得更近 中国这边也要给美国跟日本 特别是给日本 说你们在东海南海 这样做一个动作的话 那中国跟俄国就靠得更近了 那彼此之间不但有军事的合作 还有这次的联合阅兵 海上的阅兵以外 我们也看到了习近平这次到俄国去 签的单子真多 而且这个签的单子之多 超出过去的记录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台湾就 还觉得风平浪静 跟我们都距离好遥远 但其实在我们的周边 不管是有南海东海方面的争议 或者是紧绷 其实远在 在波罗的海三小国也同样是 类似的状况 很紧张 刚才赖老师提到一个 有关于军力上面的悬殊性 我们把波罗的海三小国 目前跟俄罗斯 他们的军力上面的一个差异性 也做了一个表格给大家看一下 虽然说是波罗的海三小国 但这每一个国都比台湾大 所以包括拉脱威亚 5000多人爱沙尼亚 5000多人立陶宛 我去过拉脱威亚 我跟爱沙尼亚 这个真的 他们面地是大弹 人是不多的 所以你看跟俄罗斯 我们比较出来的兵力 还有坦克战机 是数量上差了非常的多 那北约现在在进行 刺卫代号的大型军援的同时 还有另外一个动作 就是北约的联军司令部 要从意大利搬到罗马尼亚去了 这个点就要问一下陈教授 因为这个总部搬到那边去的话 也就是人家说 现在他们担心俄国 会像之前对付乌克兰一样 对付波罗的海三小国 你怎么看 波罗的海三小国独立 是在苏联垮台之后 立刻独立 所以那时候前苏联 来自于后来的俄罗斯 是完全无力 就眼睁睁看到他的独立 那么我到了立陶宛才知道 立陶宛在15、16世纪的时候 跟俄罗斯有一战 一战假如是立陶宛赢了 今天的欧洲的霸主就是立陶宛 但是没想到立陶宛输了那一战 俄罗斯赢了 其实俄罗斯在那边的敌人很多 瑞典是他敌人 瑞典跟我们在俄罗斯的 那个圣彼得堡那边看到一个铜像 就是彼得堡那前面一条蛇 那个彼得堡拿着箭对着那个蛇 所以说这里面来看 俄罗斯在欧洲敌人不少 那根本不用说他传统的可能的敌国 但是为什么北约把那个总部 摆到罗马尼亚呢 就前进 他现在虽然不可能把乌克兰希腊进来 但他前进到罗马尼亚 把稳住的东欧 因为每次有边境有危机或乌克兰有危机 美国都会派部队到阿斯利亚三小国 你说要稳住那边的意思是不是相对来讲 就是因为那边紧绷或者是有战火发生的可能呢 因为俄罗斯觉得他要走向大俄罗斯的话 决定不容许将来美国把 不但不容许美国把乌克兰吞并 而且还要再前进 俄罗斯还要前进 所以说现在来看 那出兵乌克兰这种事情会在那边重演吗 欧洲 亚洲 南海 东海 大家都在所谓的 相当程度证实了公式现实主义的做法 大家都采取公式行为 但为什么战争不会发生呢 我们看到今年的七八月 九月份习近平访问美国 那时候又出现一片和平的假象 但是公式现实主义还是存在 因为和平的突破 并不会影响到这个 甚至他们美中还会合作 不会影响到公式现实主义 那就看起来有矛盾 为什么公式现实主义怎么还会有和平呢 双方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呢 这就是公式现实主义 现在还不能够证明它有问题 因为他们还没到摊牌的时候 摊牌的时候 所以说大家搞那么多公式 难道是玩假的吗 只是为了演习而已吗 给人家看看而已吗 当然最后总有一天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长期的合作 长期的和平在国际上是不常见 所以说Meshmer 这个芝加哥大学Meshmer 从欧洲例子上 这个战争是常常会出现 一个兴起来的霸权 包括现在的中国 包括俄罗斯也在跃跃欲试 他们总会不满现状就会挑战 这里面非常重要 所以说理论上的诚挚来讲 现在这个理论 现在还不能够证明 是不能证明Meshmer 公式现实是错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有个解释 可以合作 双方可以合作 今天要补充 不过我突然插播一下 我个人的想法 因为老师这样一讲 突然让我想到检察官在办案 检察官办案的时候先巩固相关市政 但是重要的证则 我可以先让你交保回去 然后我可以做钓鱼 然后把旁边市政巩固好之后 待会有一天摊牌的时候 我证据全部拿出来 最后的修道 一次给你起诉 感觉蛮相当为道的 对 但是大家再看一下说 波罗迪海三小国 你那个飞机的这个符号 几乎都是零 代表什么 空中防卫优势啊 几乎全部仰赖北约 总不能靠俄罗斯吧 俄罗斯经常在波罗迪海三小国的这个边境 演习 每次演习的规模你知道吗 都是四万到八万大军 都令波罗迪海三小国感受到压力 刚刚其实一开始在跟 这个我们陈老师访谈之前 提到的这个北约 为什么决定从纳普勒斯意大利 南欧搬到了这个洛马尼亚 不要忘记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 俄罗斯曾经跟这个 这个北约签订了一个协议 那个国际的协议是明定说 北约不得在东欧跟中欧地区国家 永久性的驻军 可是这么一来 你把他搬到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是东欧 你在总部搬到那边 总部旁边会没有军营军队吗 那是不可能的 那等于北约片面 已经违反了97年 跟俄罗斯签的这个协议 当然是有这个去年的这个乌克兰 这一两年乌克兰事件的这个 预破荡药 让他们觉得要提前预防 免得这个埃斯拉尼亚总统 一直在外面撑 可能是担心说 遭到俄罗斯入侵 一直希望北约永久性的驻军 在这三个地方 尤其埃斯拉尼亚总统讲说 俄罗斯的军队如果一旦开战 四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攻入埃斯拉尼亚的首都塔林 八个小时之内 可以踏平拉脱尼亚 埃斯拉尼亚跟立陶宛 所以不到一天 甚至一天的三分之一的时间 就可以扫平这三个小国 不过你看军力上也算 埃斯拉尼亚在这个地方 目前有美军150个人连队在驻军 那俄罗斯经常在那边演习 对一个150人 北约的驻军来说 其实区区150人是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现在北约希望把这个 总部搬到的这个罗马尼亚 其实很清楚的一个讯息 就是告诉俄罗斯 北约绝对不会坐视它的成员国 尤其是这个波罗迪海三小国 跟这个俄罗斯一旦发生什么冲突的话 坐视他们向步上这个乌克兰的后程 其实也是让这个乌克兰 还有包括俄罗斯 以及北约这几个方面 知道说北约是想要完真的 好 大家专家的意见 我们朋友可以做个参考之外 我们后续他们的发展 持续为大家做掌握了 来 带您看本周最大条单元 本周最大条有哪三条呢 来看一下包括了 IS不只会斩首 现在还开饭店 这哪来的消息呢 真的Oh my God 因为恐怖组织IS多角化经营 除了砍头斩首之外 推出了潮牌T恤 视频要吸引年轻人以外 现在还传出开饭店 在攻炸了伊拉克的摩索尔之后 把当地的武器尼饭店 重新改造 而这种奢华风 这个月龙兴 这个重新开幕之后 客人大部分是IS的高阶将领 或者是帮IS举办婚礼 如果对外营业 不知道生意会如何 会有人敢去住吗 有人说可能比去鬼屋探险 更加刺激 因为随时可能被绑架 再来看的是英国凯特王妃 她生下了千斤之后 不到十个小时 哇 你看 就是这张照片 她就下床了 抱着小公主亮相 化妆美美的身材 完全不像刚生过孩子 很多女生看了以后都说 不可能 而且爆发出阴谋论 这孩子是别人生的吧 只能说 人生本来就不公平 人家天生丽子又是王妃 生孩子不会发胖 这宝宝取名叫做夏绿蒂 刚好日本有个动物园 把出生的猴子宝宝 也叫做夏绿蒂 很多网友都说 你根本就是侮辱了皇室成员 但英国政府没有正式的抗议 所以这猴子名字也不改 就叫夏绿蒂 但是名字相同不代表命运一样 因为这个猴子夏绿蒂的香蕉 应该也不会比其他猴子来的更多 再来看的是 中国大陆公布了 国家安全法草案提到了 维护国家主权统一跟领土的完整 这是包括了港澳同胞 跟台湾同胞在内 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在朱席会之后 中国开始紧锣命股地 对台湾加强统战了吗 其实蔡英文恐怕 也不用再回应九二共事了 只要中国继续搞统战 蔡英文最开心 因为可以左批中国阿爸 右批朱席会没努力 她不用提任何的难安政策 只要对岸出招 她骂就对了 这是我们这礼拜的最大条 我们休息片刻 回来继续聊相关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